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星是一闪而逝的 咻咻咻一闪之间 它总共20秒钟 它比流星长时间 飞行的速度又比流星慢 感觉有动力在推进一样 对 好 那现在说是它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 好 这一个 第二个注意看 这个云彩 这是英国旅王的帽子 英国旅王的盐 英国旅王戴着帽子的轮廓 这是云彩 第三个双彩虹 居然在英国出现了双彩虹 看到没有 好 那除了天有异象之外 最重要就是一个 很早很早就有了都市传说的谣言 传言 大家都不敢讲的 英国BBC的体育主持人 这个人叫戴威艾克 他就直接讲 他说女王是蜥蜴人 蜥蜴人 对 我跟大家讲这个完全没有不敬的意思 我对女王是非常不敬的 那蜥蜴人就是外星动物 变成人形生活在地球上 而且这些人特别聪明 老子特别发把 所以他们潜伏在地球上面 他有什么证据或者连结吗 因为蜥蜴人有四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蜥蜴人的瞳孔会变的 尤其像猫一样 圆的瞳孔会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女王在过90岁生日那一天 被啪 照到天空 左眼的瞳孔变了 来 这90岁生日那一天 看到没有 女王瞳孔变了 然后这个视频被流出来之后 马上从官网上删除掉 删除掉 这第一个瞳孔变 我跟大家讲 除了女王之外 很多人说布希家族也是蜥蜴人 都是国际政要 因为老布希 注意看 这是老布希的照片 对 你看他瞳孔 直的 直的 变成猫眼瞳孔 这老布希的照片 还有一个 当大家正在说 女王跟老布希都是蜥蜴人的时候 女王去访问美国 小布希招待 小布希致辞的说 上一次 很高兴女王 1776年来美国访问 1776年 他常常讲错话 对 女王在国宴的致辞来说 各位我一直在想 我是不是要比照 1776年的致辞来开场 好有智慧 好有智慧来开场 好 第一个就是瞳孔不对 第二个就是 他们越蜥蜴人 筛是不一样的 他筛要平常是扁下去了 他喝水的时候会尖嘴 然后这个筛会慢慢鼓起来 好 打着说希拉蕊 他也是一人 你看希拉蕊喝水的时候 嘴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 筛先凹下去 再慢慢凸起来 我告诉你 希拉蕊还不够明显 你知道有 这个西人研究团体说 谁最明显 谁 安吉利拉求力 是吗 你不看安吉利拉求力 平常下巴是凹进去的 他太瘦了吧 但他喝水的时候会鼓起来 或者会鼓起来 好 美国国防部突然在今年宣布 他要成立一个 不明飞行现象专案委员会 我就等着看他们查出什么了 更怪的是 今年 是 NASA宣布就在现在 注意听 就在现在 NASA要成立 不明飞行现象小组 NASA就在不 是不是这个巨大秘密 掩盖不住了 他掩盖不住了 好 我问你吧 如果这完全是空穴来风 我去成立小组 查个什么吧 查个什么 成立小组白成立吧 对 第三个 美国最近陆续 把一些影片放出来 就是告诉世人 你要心理准备 第一个 大家最了解就是 美国国防部五角大厦 犯个AF-18 去追那个不明飞行物的 对不对 飞行员看到的 飞行员看到的那个 好 最近海军军情局 注意听 海军军情局 又犯了个影片出来 是 他说 2019年4月 六架不明的无人机 绕着 一万六千 这个 盾的朱瓦特 隐形驱逐舰飞行 集黑科技 与医生的朱瓦特 不要忘记 朱瓦特是全世界最强大的驱逐舰 是 能力最厉害的驱逐舰 是 盾位最大 最隐形的驱逐舰 它从它的甲板上面飞过去 对 好 这是致敬还是威胁呢 2019年造导 一直不公布 线才公布 那个F-18也是 2014年就造导 线公布 对 就是人家说就告诉世人 你们要当心了 要有心理准备了 好 那 另外一个就是 目前各种机密档案 也统统开始出来了 陆续解密了 对 好 我讲一个CIA的神秘报告 这有270页的神秘报告 出来就是说 苏联军官火拼外星人 真的假的 它是1993年3月27号 那 苏联发现到 布兵飞行物 第一个 用飞弹把它打下来 飞弹把它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 他就发现 外星人出来了 他们就开火 开火之后 25个小队 棒棒棒 它出来一个白光 不是棒棒棒 是出来一个白光 越来越亮之后 棒 且注意看 爆炸了 爆炸了 爆炸以后 23个苏联士兵 瞬间变成石头 石人 石头人 那 我告诉你 有两个士兵 在外面 守卫 他在阴暗的地方 他全程目睹 所以这报告里面 第一个 有两个目击证人 有23个证据 而且这三个证据 弄回最机密的地方 一查 是死灰眼 成龙变成死灰眼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过程 这确定是CIA神明报告 不过其中有一点 让我比较疑惑就是 他在27月最后讲说 他们这个整个内容 目击者报告 是从KGB的秘密档案里面来的 KGB的 冷战时期的最高情报机构 对 好 现在就是如果CIA自己目睹 我当然没有问题 那KGB看到了 是不是真的了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最近新的单位成立 新的材料通通出来 是不是让我们四人 都有心里面的准备 外星人会不会要来呢 观众朋友 从今天晚上开始 不要再问地球上 有没有外星人 不只有 而且已经跟人类签约了 签约 共建基地 讲这句话的不是无效而谋 是以色列的卫星之父 马上来告诉我们 他更惊爆说 川普从头到尾都知情 川普大嘴巴 他为什么不说 他剩四十几天要卸任了 埃希德以色列卫星之父 以色列国防部太空总署的主管 他的身份地位 居然讲了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外星人跟以色列跟美国 都签订了合约 真假的 合约里面有一条注明 内容写什么 有一条注明说 不能跟世人说 保密条款 世人现在还无法接受 外星人存在的事实 第二点就是说 外星人叫做银河联邦 他们在火星有地下的外星基地 而这外星基地 他们愿意跟美国共用 共管 第三个 川普完全栽这件事情 所以勾窜起来 观众朋友你来看到 如果这个银河联邦 跟美国已经签约 共建火星的地下基地的话 那刚刚我们看到 Special X那个爆炸 你看到马斯克说 Here we come 马斯克为什么到火星去 火星上这个多难生存 对不起 其实马斯克可能都知道 已经有基地了 以色列以前很少有外星飞碟 以后2010年之后 很少有外星飞碟 我认为那是关键点 来大家看 2010年10年前的 12月16号快到了 对不对 以色列的迪莫纳河基地 各位要知道 迪莫纳河基地是全世界最神秘 最不能接触的基地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告诉全世界说 对不起 我没有核弹 所以这个基地绝对不能接触 生人物进 什么东西都不想进 结果有一天 就在2010年12月16号 看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进去了 这不明飞行物进去了 F-16注意听是F-16 树架拍起来 这里是不能进的 对 一进去以后 驱离不驱离 棒 用核导弹把它打掉了 那一坨黑烟是直接把它击碎掉 对 打中了 打中了 但是打中之后 大家说 那就有残骸对不对 对不起 连一个螺丝钉都没发现到 那你不要把闯进来了是什么呢 对 好 现在就有两种讲法 第一个就说 你打中它 但它啪就不见了 你看到火光只是导弹爆炸 真假的 原来你没打到 一个是这样讲 它快到你打不到 对 第二种讲法就是 你打到它 它有碎 但是这个碎片 被磨杀的全部收干净了 因为签约不能讲 收干净了 那到底闯进来是什么呢 不晓得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在四个月之后 2011年4月 注意哦 以远顶清真 远顶清真大地道 是这个圣殿山 圣殿山以色列最重要的地方 它是基督教 维教 耶太教 犹太教 通通的圣山 注意看 看到没有 它从上面垂直下来 就到远顶清真寺的上面 停住 从这样垂直下 就到远顶清真寺的上面 停住 这是这远的 对 还有拍近的 你看这镜的 看到没有 因为它就悬在它上面 悬在上面 而且你看它走的时候 人类的飞行机 没办法做到这种速度 对 这是以色列都看到了 说怎么会发生这个东西 挑远顶清真寺 好 它离开的时候 刷几了一下 几乎是人类不可能看到的速度 所以马老师 我们看到了 2010到2011 你要么挑在最敏感 最不可能生人物境的核基地 不然就是在信仰最重要的地方 怎么都挑这些地方出没 对 好 这是以色列 所以从此之后 以色列就没再看过 外星飞船 所以签约是不是那个时候签的 好 还没完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 埃希德说了 川普差点公开外星人信息 川普在今年 美国的父亲节 安排一个他的小川普 访问川普 做一个噱头 儿子访问爸爸 儿子访问爸爸 就父亲节嘛 就这个 好 就小 这个 小川普突然间就问了他了 说 老爸 罗斯威尔事件是不是真的 他说 我不能告诉你 有没有外星人 我不能说 对 但是罗斯威尔这件事情 内容非常非常的有趣 代表他知道 但不能说 这对川普而言简直是掐了合拢 太痛苦了 大嘴巴 你要他不说 非常非常的有趣 但是我不能说 好 那个 小川普就问了 那你考不考虑 在任期里面解密 川普说 我考虑看看 剩四十几天了 对 好 大家知道 欧巴马上电视节目 人家问他说 有没有外星人 欧巴马说 外星人在严格监控 所以我什么都不能说 好 什么都不能说 这时候主持人又问他一个问题了 说 这个柯林顿曾经说 没有外星人 没有外星人档案 为什么你不能说 他可以说没有了 你知道欧巴马说是吗 他怎么回 他说 柯林顿说 回答是标准答案 外星人吩咐我们这样回答 所以 你回过头来来看 以色列的卫星支付说的 他说 这个联盟一签约 是跟美国签的 换句话说 立下美国总统都知道这份极机密的X档案 对 好 我还有一件事我跟大家讲 你假如企图 想要把这件事情 不准说吗 企图说出来 会怎么样 甘乃尼被刺杀之前 前十天 他公开说 我从达拉斯回来 我就把外星人资料全部公开了 他公开这样讲 大家都在期待 然后十天之后 结果他就在达拉斯被刺杀了 那个记不记得 希拉蕊竞选的时候说 我当选 第一件事情 公布51区真相 公布所有外星人的真相 我一定告诉美国民众 对不起 你就不会当选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让你不得误入进去 你绝对都不能说 要带进棺材里 雷根曾经跟他最好最好的妈迹 就傻大姐 沙利麦克林讲说 外星人来找我 说你不要再银毯混了 你到政坦去混 所以我告诉你 美国总统都是外星人在控制的 好 那今天我再讲一件事情 美国有一个航空客家 非常有名叫布希曼 布希曼说 外星人其实已经有16个 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 他已经活在我们的旧招了吗 对 好 当然到目前为止 唯一照到照片了就这个人 这是金西人索尔 金西人索尔 这张照片是斯奈德工程师造的 斯奈德工程师 他是在这个51区工作的 他索尔 索尔在国防部 这在国防部里面开秘密会议 他说索尔 第一个他有六个手指头 他的血跟章鱼一样 含有氧化筒的血 他智商1200 智商1200 多一个零了吧 对 他会讲一百种语言 他已经490岁了 简单说他不是人 对 他金星人 不是人类 地球人 他不是地球人 好 那只有斯奈德讲 这个大家知道 你这个工程师 你虽然照的 好 结果 兰杰斯博士出来 出了一本书 五甲大厦的陌生人 就说索尔是真的存在 他说索尔跟艾森豪总统 跟尼克森总统 全都见过面的 你说五甲大厦的陌生人 就是这个 来自于金星 490岁的 更厉害 总统顾问古德跳出来了 说我保证 这些讲的都真的 这么多人为这些事背书 古德很有名 古德说索尔真的见过艾森豪 所以居然这是唯一的一张 世界上拍过外星的照片 很多这种所谓UFO 接触的一个记载 让我们讲最有名的 是在1980的10月26号 刚好圣诞节的隔一天 而且是凌晨 凌晨三点多 发生了一件事 叫南道森森林事件 我们知道美国最有名的 罗斯威尔事件 1947的罗斯威尔 但是很少人知道 英国实际在1980 有避免所谓罗斯威尔事件的 一个幽浮 坠落事件 那我们讲英国在1980 当时是在萨布克进 萨布克进是在那个英国的东北 东北方这个地方 在伦敦的东北这个地方 那当时在我们讲12月26号 12月26号 其实在12月25号 我们知道美国当时有派驻 英国的一个空军基地 就在萨布克郡 当时是一个副指挥官 在12月25号圣诞节当天 他就白天 白天就看到一团光影 他说很亮 非常刺眼 在天空这样直接往他们这个方向过来 那当时白天他还不以为意 到那一天晚上 就是我们讲12月26号凌晨3点 这光点突然间到萨布克进 一个蓝道森 我们俗称的蓝道森森林 这边 这边其实有美金的空军基地 也有英国的空军基地 在附近而已 这一个军事重镇 对 他特别显这个地方 然后穿越过来 到这个森林里面 隐藏起来 我在森林里没走了 对 但问题是有很多人看到 因为那个光太强了 太亮了 所以当时在英国里面 有一个人 他们就跟刚才讲的副指挥官 就跑到这个森林里面 去看这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光到底是什么东西 结果一看不得了 一看不得了 就我们讲的蓝道森森林事件 他们看到什么了 他们看到一个很大 大概将近四公尺直径的那个飞碟 直接降落在那个森林里面 他们目睹了飞碟的降落 而且目睹里面还不止目睹 他还去看 有一个叫潘尼斯顿这位 这一个士兵 潘尼斯顿他进去的时候 他说他感觉到靠近这个白光 这个所谓的远行幽浮 释放着白光的这种飞碟 他远远走过去的时候 他感觉到有一种所谓的静电 你知道静电我们人 如果靠近静电的时候 那个寒毛会竖起来 会站起来 对 如果更强的时候 连头发都会竖起来 对 他说他刚开始走近的时候 走靠近的时候 寒毛就开始竖起来 慢慢慢慢越靠近的时候 整个头发竖起来 第一个有很强的静电 是 第二个他在靠近 他其实这个潘尼斯顿里面 还有一个士兵叫巴勒斯 巴勒斯也过去看 他看到附近的树木 很多其实被撞断掉了 表示他不是一个安全的降落 他可能是一种故障性的一种 冲进来森林里面降落 很多树木被撞断 而且有树木有很烧 很烧的一个痕迹 它做了这样 这个飞碟 它其实是一个三角形 这边有三角形 你看它有那个三角形 它飞碟降落有那个 三个像研盘一样落在地上 压过去的痕迹 对 后来科学家 掌揚这个三个研盘的距离 等于三角降落的一个距离 大概都是刚好 正三角形 9.88英尺的距离 后来科学家也有去掌揚这个地方 包括刚才撞断了 跟温烧的痕迹以外 这个地方是一个辐射性非常 我们讲的那种概格激素器 它可以测辐射 进去 嗶嗶嗶嗶嗶叫不停 所以它辐射纪样 非常高的一个地方 但这个优服在这边停留三天 不知道自己修复还怎么样 飞走了 不见了 不见 然后这个士兵跟这个 所谓副指挥官回去有写日记 写日记 后来英国这边的国防部介入 说我们来调查这件事 你们这些人都不准对外宣传 封存 而且日记全部不见 全部都不见了 那这件事情后来是在 刚才讲有这个副指挥官 还有这个所谓的盆里斯顿 看了目击者 还有接触者 他有去摸这个有静电的飞碟 后来他们有写下很多 在记忆里不可能把我封什么 对 回忆录后来出版了 为什么不赞 对 我的 Quran 会有什么 误会 真的 Shi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